最近這段時間,灰埋天氣 籠罩在多個城市的上空 嚴重影響大家出行和健康 灰埋對人體健康有甚麼危害呢 如何預防灰埋可能造成的疾病呢 本期的健康100分 請到廣州中醫藥大學 第一附屬醫院的權威專家 劉友章教授告訴大家 中醫防止灰埋的知識 歡迎留意收看 Mikah 阿麥水,這裡風景如畫 但甚麼都看不到 有他說是這麼說的 世界上最遠的距離 就是我拿著你的方手 但又看不到他的方容 為甚麼 因為… 埋埋 剛才三位在演繹受霧埋的影響 令大家看不到 當然手法很誇張 如果這樣也看不到 我們要把這個放到哪兒去 慕不經心現代版 不過鍾南山院士都經過 大氣污染比飛點可怕得多 因為飛點可以隔離 但大氣污染,誰都走不掉 沒錯,人人有份榮不落空 你要呼吸 就是了 所以說到霧埋 我不知道三位有多深的認識 首先,知道甚麼是霧埋嗎 我記得最多數據 就是PM2.5很厲害 其實說真的,看到這個PM2.5數值 大家除了一個很高驚呆的感覺之外 其實切身…身體上會否有甚麼反應 我最慘 你怎麼選擇 我嚴重到是因為這個PM2.5 醫生說我已經是到喘的邊緣 即是過馬 是咳嗽到我不能說話 是嗎 你會覺得稍微一想說話就咳嗽 還有最慘的是馬上沒辦法睡覺 只要一個人一躺下 我只能拿屁架這樣吵架 大家說到這個情況這麼嚴重 的確我們現在的霧埋情況 值得重視 當然 當然,我們也有些誇張的手法 來展現霧埋 不過今天我們想跟大家探討 這個霧埋的情況 如何才能保護好自己的身體 請出我們的權威專家 我們馬上請出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 重點建設學科大頭人 廣州中醫藥大學 第一附屬醫院 肥胃病科的劉友章教授 跟我們講解 說到這個灰埋 大家每天都接觸 PM2.5每天都看 但究竟知不知道甚麼是灰埋 其實灰埋還有兩個兄弟 是灰埋、煙埋和霧埋的 一頭霧水有甚麼區別 先來劉教授 灰埋 往往大家看過天空 一片灰色 甚麼顏色都沒有 看著人很憂心、很灰 做甚麼灰色 又有冤、又有霧 以前說是PM2.5、PM10 這是霧粒 那些霧粒裡面 很多是硫酸鹽 氣溶膠 火粒 因為這種火粒 可以透過人的肥皰 所以對人的損害是很大的 那护霧呢 就陷水分比較高 如果护霧的水分一般是90%以上 往往遇到冷氣 就會變成雨下來 如果水分多 潤成口 就下大雨 這個好像以前的 水蒸氣 是乾淨的 對人是沒有甚麼傷害的 最多濕氣大一點 但如果這個湯是有毒的 蒸出來的水 是污染的水 對人看來是有害的 就有煙霧 煙霧呢 其實呢 我們抽煙都會有煙霧 但煙蔥放出煙霧 汽車煤氣放出煙霧 所以那些煙霧的物質 是有各種各樣的化學物質 這種化學物質對人體的傷害是不同的 但有一點 煙霧上肥 護霧上皮 是基本上的 因為煙霧比較乾燥 所以抽煙的人都會有肥病 另外那些人不抽煙 天天都會吸煙霧 就差不多抽煙了 所以經常喉嚨不舒服 口乾 特別後喘的病人 氣急 甚至覺得不夠氣 同時心情不開朗的人 更加是悠悠鬱鬱 而且整個喉嚨都不得好 咳嗽都不得好 我有一個病人 一個中學生 他媽媽在外面看了五個月 前年找我看 十三制藥就好了 接著再找我看 他說醫生 為何以前十三制藥就好了 這個十一個星期還沒好 我說你的空氣變了 然後好了幾天又來了 我說你天天吸的空氣是怎樣 沒辦法都是灰迷天氣 中醫來說 一個生氣通天論 人的生命跟天是相通的 天地人三為一體 叫做整體感染 有天有地才有人 如果天不得人都不得 地不得人也不得 所以人是生在天地之間 如果天一片灰迷的話 人的心情是很壓影的 鐵病那些胃痛的病人很典型 天氣一好 胃就不痛 天氣一不好 胃痛就來了 痛經的病人也是 天氣好的時候 不痛經 天氣不好 如果有陰陰迷迷的天氣 就痛經就來了 不知道是不是現在 中醫的氣 生氣通而天 我想問劉教授 墓迷會不會知甚麼癌 甚麼癌的 墓迷就沒有煙迷的毒性那麼大的 煙迷比护迷的毒性那麼大的 煙迷就致肥癌的可能性最大的 所以現在肥癌的發病率 不斷地增加 和肥迷貼在煙迷的間系 是很密切的 我們有一個媽媽 她就跟她兒子說 我家裡的抽油煙機 整個抽不乾淨 她兒子怎麼跟她說 哎呀我都沒有時間 和你買抽油煙機 你買一把風扇吹吹就算了 拿人家搬風扇要懶得搬 好了三年以後 當她拿馬子得到肺癌以後 才說哎呀知道當時和她換了 油煙機抽了就沒事了 所以一個廚房的油煙 同時這家外邊的煙迷天氣 肯定會引起肺部疾病的增加 肺部疾病的增加 肺部疾病的增加 可能要過幾年以後 才能夠做個統計數數出來 但有一點 世界衛生組織2012年的報告 700萬人死亡以空氣污染 2012年 所以700萬人有甚麼意思 一個大中城市的人口死光了 她說是中國還是國際 全世界 但問題是中國暫落相當一大部分 一定會 除了灰埋對肺部疾病影響很嚴重 那對其他五官呢 一樣有影響的 因為灰埋這間有個問題 其實吸收到入血以後 循環 循環到心循環到腺部疾病 這樣全身都有傷害 問題是誰的薄藥環節 就侵略誰的薄藥環節 不用說肺部一定是首當的 對,肺部一定是首當的 我想補充一個問題 剛才教授說 她說煙埋的致癌率是更加恐怖的 是的 我想問一下 煙埋除了我們理解的食煙 香煙排出來之外 很多工廠的大煙通 會排出很多黑煙出來 那是否典型的煙埋製造 是的 那些肯定是 那些煙埋肯定是有毒的 雖然做廚塵 做其他甚麼措施 有些工廠都是這樣 你檢查的時候做到粥 如果不檢查的人就不開 那些廚塵失鼻 這樣對空氣的汙染是很大的 所以這間我們中國人也知道 健康就是錢 所以空氣環境 這間發展要是科學發展官 一定要說科學 首先保住人的健康 再說是怎樣賺錢、怎樣發展 灰埋最容易引起 或加的呼吸系統疾病 包括慢性肢器管炎、酵痠、肺炎 甚至癌症等多種疾病 有數據表明 2012年全球有700萬人 死於空氣污染 灰埋是最嚴重的致病因素之一 因此淨化我們的空氣 出行時如何防灰埋 已經成為當務之急 立即進入健康知識 考考你的環節 在人體誤狀中 煙埋是甚麼?冒埋又是甚麼? A.心和肝 B.肺 C.心和腎 D.皮 煙埋是肺 冒埋… 冒埋真的… 皮 皮肺 中醫又會說腎就是水 對 冒也是水 水多了 心和腎 對… 大家也會覺得煙埋是肺 對 冒埋就少了覺得心和腎 也是聽聽正確答案 對 其實灰埋有煙埋和冒埋結分 如果要水分多的就是冒埋 冒埋就是雙皮 如果要煙多的就是雙肺 就是煙埋 目前來說 我們觀察了廣州的天氣 是以煙埋為主 而且以煙埋為主 就是下雨後 煙都是我們樓頂上飄 所以這間駐高樓 就不會這麼好 就矮一點 更好 因為煙是向上飄的 下雨是向上飄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認真再看看 樹頂不動 樹底下的葉是動的 所以你失禮在樹底下運動 就不能夠拋過 高過樹尖的地方運動 所以爬高山是不適合的 這個要注意 你們看樹 樹動就動 樹不動就不會動 如果要煙埋的話 一般它… 就是煙埋是雙肺 引起甚麼實病 最重要的是 雙肢血管、雙肺泡 所以肢血管的病人 後床的病人 又慢了肺炎 像心臟病的病人的話 他們就跌壁敏感 天氣特別焗 特別呼吸不到 甚至我後床發燭 這就跟空氣的流通性 跟空氣的質量有關 這個是煙埋寵 甚至很多人悲癌 喉嚨 整個喉嚨一口癱 卡字 不舒服 不順 為甚麼 你都不斷吸那些灰迷 有甚麼人不得順 所以我自己都要感覺 所以經常我都帶著水 為甚麼 水都可以洗洗喉嚨 沖一沖 你我也有帶的 教授 護迷濕氣重 濕氣重的時候 大家 現在可以看到 廣東的迴南天 少了 是否迴南天少了 是呀是呀 時間短了 為甚麼迴南天少了 就是空氣中的水分 現在很多空間 被煙迷漸了 被煙迷漸了空間 煙迷漸到空間 沒有水珠就少了 所以煙迷是乾燥的 是沒有水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降下來的水分就少了 所以現在廣東來說 往年說濕粒粒的天氣已經少了 為甚麼 被煙迷漸到天空 不是少了 所以沒有水氣 如果真的有水氣 水濕大的時候 就要健康了 要 住在家裡用熱水來拖地 要熱水一拖地 水蒸氣 就要蒸走 你千萬不要用濕 冷水來拖地 冷水一拖就要濕了 因為中醫來說 溫陽溫陽 一定要有陽氣、熱氣 才是蒸蜜的手術出來 那煙加霧加在一起 澄澄灰迷的時候 就雙五臟了 第一 五臟雙曬 就問呢 煙加霧加在一起 澄澄灰 澄澄的天灰灰的時候 你看到心情也不美了 同時人又要乾屈 對嗎?乾屈 同時我們的腎 靠我們的呼吸 靠我們的營養 要養它 不理會養它 五臟的傷 腎又受傷 所以如果灰迷聽到長期的效果 整個人五臟的受傷 聽聽 首先想甚麼問題 煙迷主要是雙肺 煙迷主要是雙肺 以長期灰迷 全身都雙肺 好,剛才教授說了一些 煙迷和煙迷會引起的疾病 其實要預防這種疾病 會否在我們飲食當中 也會有些方法呢? 是的 有些食療方可以有效減少 灰迷對人體的危害呢? 日常生活中 又有甚麼好方法可以灰迷呢? 網上盛傳的豬紅木耳湯 等民間偏方 是否真的可以灰迷呢? 下一節回來 內容更精彩 千萬不要走開 我喜歡 陽光下有你在上海 我喜歡每一顆都是好事 好事牛奶朱古力 好事一坑 好事美坑 兩百份好事金塊開袋贏 Artistry 雅姿 足跡黑色素未來 雅姿光感換白系列 3D控黑換白系統 深入每一基層 藥線智真光 透 亮 白 Artistry 雅姿 鳳濕骨病 筋骨疼痛 腎虛腰酸 脾胃虛寒 紅毛藥酒 每天兩口 藥酒治病 選紅毛 紅毛藥酒 百年紅毛 中華老字號 作為營養師和媽媽 我總是知道比BBB更好 我推薦著巢超級能因衫 適度水解蛋白 降低牛奶蛋白自民性 比BBB更多一層保護 著巢超級能因衫 半心病 高血壓 心狡痛 心腦公血不足 生活中 大多數心腦血管疾病 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得到腦梗 腦益血 即使搶救成功 也會有一半人留下後遺症 臨時救心 步步驚心 平時保心 全家安心 在這裡 我鄭重地向每一位 心腦血管病患者推薦 能夠保心護血脈的 單心保心茶 天草單心保心茶 食溶血 灌心病 心狗痛 腦血散 動物硬化 高血壓 高血脂等 心腦血管疾病 有效防止中風 偏探 心梗 腦梗等 心腦意外發生 保心無血脈 每天兩杯單心保心茶 天草單心保心茶 國家藥監局批准 心腦血管專用茶 單心保心茶 心腦血管專用茶 护霾濕重 所以關節炎的病人 很容易關節酸酸痛痛 變得很累 這樣的情況下 又是我推介的 生薑藝葉煮水 薄腳 呼乾脂 這個洗澡是最好的 發散風寒 氣散風濕 可以吹風氣濕散寒 所以如果是淹護天氣 濕氣重 你會用薑水 薑藝葉煮水 浸腳、洗澡 水生汗 濕氣增出 全部都居住了 是 今天劉教授 也帶了幾個食療方 來預防煙霾 你看看煙霾霧霾 有甚麼食療方可以預防 剛才說 煙霾主要是比較乾燥 雙肺、雙鼻膏、雙喉嚨 肺鼻雙通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要吃點滋潤的食物 滋潤的食物 一個就是雪梨頓不合 這個大家就知道 如果你想簡單 就用西洋芯片 含一含 但有甚麼 西洋芯片含是可以的 但還是要加點水 第二個 淡鹽水 淡鹽水 可以有一種吸附水分 使你的喉嚨沒有乾燥 所以都是有用的 第二頓是雪梨頓木瓜 雪梨頓木瓜 雪梨頓木瓜 液耳而言 是潤肥養陰的 木瓜也是潤肥豬潤的 生酸的 所以這兩個食物很好吃 第三個 沙心麥東糖水 這間街邊可以買到煲來喝 所以這些就是防止煙迷 防止煙迷 第二呢 就說霧迷的防禮 霧迷的防禮是濕 所以是劍皮化濕 廣東人有這種氣氛 白身、蓮子、時食煲粥 是吧 甚至放棉胤塵 如果你放棉胤塵的時候 一定要加塵皮 為什麼 因為棉胤塵是偏涼的 你加塵皮 就可以溫味和粥 又氣濕 又不會太過寒涼 總之是福寧二米湯 福寧二米湯來說 福寧是劍皮氣濕的 二米是深濕的 這兩個可以做食療方 這個是沒有什麼副作用的 但如果你是身體偏涼的話 二米就要炒一炒 防止二米的寒性 我想問一下教授 你剛才說我放棉胤塵 因為棉胤塵… 雜碼一堆 對,好像碎一樣 煲到粥度很噁心 那要不需要煲水後再倒下去 棉胤塵一定要用煲湯 蓋住它 湯料袋 第二,棉胤塵很骯髒 一定要洗乾淨 洗乾淨 最要用煲湯蓋住它 把塵皮也一起蓋住它 放下去煲 這樣就不會令粥裡 很多棉胤塵都碎 就很難受 我們平時的湯方 可以便攜方便 可以脫下塵的幫助我們 就是保健茶 對 剛才說的,煙塵是雙肺陰 所以基本原則就是豬羊肺陰 例如雙藥、菊花、沙心、玉竹、西洋芯 加一點錦草、菊茶 上班時,帶單位 口乾就喝一口 但喝水又很夠 有些人口開得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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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其實不是的,慢慢喝 慢慢涼到喉嚨以後就喝 這個是很重要的 第二點 水一定要煮滾 一定要煮滾 沖茶的時候 沖下去就應該適當擀焗 但不能焗得太長時間 要焗得太長時間 會變質 所以一般来讲,茶焗下去五分钟 你只要倒到第二个杯,装着它 这样子呢 而且那个杯呢,你喝水杯 就装茶杯,一定要分开 有些人就很喜欢 一个杯又喝水又焗茶 那不错的了 你应该焗茶以后呢 最后倒出一个杯仔来喝 口不要电那个保温杯 这样呢,那个保温杯就不是污染 但很多人都不是,一个保温杯 反正什么都放进去,这样就没那么好 刚才教授说到要放菊花,桑叶 桑叶 沙芯 沙芯,玉竹 玉竹 西洋芯 其实我在想做一种方法呢 因为以前老人家教我都会把这些药材浸 浸泡一轮之后就把它煮沸 然后就拿来喝 可以 也可以是吗 可以 但是呢,煮沸呢,因为我们中医来说呢 这些药就不要煮太久 一般是煮20分钟之内就可以了 不要煮太久 煮太久的时候呢 就会影响它这个煮阴阳阴的作用 药 药 那这个保健茶有没有一些不适合饮的人群呢 那些蜜冬啊,谷花双叶啊,西洋芯啊,是偏凉的 而身体凉的人呢,就不适合了 那不适合我怎么办呢 那些乳腥我比较姜,我就不适合了 那些西洋芯,我加一点点生姜 或者是我加点沉皮,入边我加点笔旗 那不就不凉了,对吗 所以加到笔旗以后就一气养阴 加了沉皮,券皮厨谈一气养阴 所以这些呢,中医就是这样缴了 就是一个瓷冰,你怎样炒菜,怎样搭配 对,很重要 腌埋双肺、冒埋双皮 要减少它们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伤害 日常饮食中,就要多吃点滋阴保肺 健脾化湿的食品 防腌埋,可以吃蒜泥炖百合 雪耳炖木瓜,沙心蜜冬糖水等 防冒埋,可以吃山药莲子瓷石粥 福尼二米汤 也可以用生姜奶叶煲水浸脚 呼关节,洗澡泥驱风,去湿、去寒 来看看今天的第二个健康考题 以下哪些方法可以防徽呢 我觉得B,减少外出 C,开一点枪,对流一下 然后就是E,戴口罩 B,C,E B,C,E 对吗 对 我也觉得应该是这三个 对 我的答案是… 嗯 神魂呢,根据天气来神魂 如果今天南天白魂呢 山上没有霧呢 没有烟霧呢 你就可以神魂的了 如果那些树移动呢 你就认真动就没错的了 但如果那些树不动呢 就没动 如果山上是阴迷呢 就不要去爬山了 那里烟层大了 要减少外出是对的了 嗯 窗户小开 通的风就行了 因为流通太多了 那些外边的灰迷、阴迷 全部吹回来 大开门窗增加气流 肯定是错的了 吹光了 所以,这个小开门窗 但是可以打开空调 甚至用小小空气清醒气 这个都有帮助的 戴口罩呢 是有用的 大问题呢 你是安慰 是安心 是安全 三个搞清楚 有些人随便拿布袋子 就一种安慰 有一种就说 我戴口罩就安心 我安全 就是我们要原製一种 可以隔离PM2.5、PM10的口罩 现在究竟有没有一种口罩 楼仔的哪些才是 对,可以隔离那些什么 正确的隔离5的口罩 口罩就是这样 这个口罩市场是良售不分 所以有些口罩是很假 很劣积的 那几种呢 叫做做样子而已 你自我安慰 那有些口罩是做得很好的 可以预防PM2.5、PM10的 但是这些呢 一定要经过检测过 不打个招牌就可以了 所以一定要检测 所以我们中国人 要自己 要经济中国的灰迷情况 研究一种 认为群众喜欢的 要安全的 甚至 是被老百姓接收的 不用钱的 发达给大家 灰迷天气最好暂停神温 尽量减少外出 如果要出去 应该大合格 并防PM2.5的口罩 在家尽量少开窗 必要时 可以用空气淨化器 来减少灰迷天气对身体的危害 接下来考考大家 哪些疾病患者 更容易在灰迷天气中中中招 这些疾病患者 A.抛喘患者 B.心脏病患者 C.万性肢器管炎患者 D.甲礦患者 E.老年体药人群,疑童 好像每个人都应该对 每个人都应该对 甲礦 我觉得应该是除了D之外 除了甲礦之外 其他都应该对 其他都应该对 因为你暴霾的天气 就肺脏 那心肺… 大颈抛 会否吸收这些层 它的抛更大 蛤 迫着了 对 因为都可能 有可能 有这个可能性 其实说 这个暴霾天气 对每个人 每个健康人都有影响 就是影响大小的问题 原来没有肺部疾病 如果长期暴霾下去 长期吸收这些暴霾 可能都会产生肺部疾病 甚至产生肺癌 所以钟南山院士说 肺迷就比肺点肿好怕 为什么 因为肺点可能是局部的 肺迷是大片的 所以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第一点 第二点 因为本身有肺部疾病 或者是心脏疾病 是要后床的 肺部疾病 后床 脂气管炎都包括了 这些病人就特别容易中焦 同时老人家 小鸟仔 我最近经常看到老人家 说整个咳嗦 不得好 小鸟仔三天两天又咳嗦 又嗦 这个呢 我估计除了 这个治疗上 我们的积极之外 可能防止护霾 这个方面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会交代家长 如果天气不好的时候 你不是大街行街 不是大街爬山 你住在家要住千星 住小海的门窗 小外出 如果天气好的晴朗的时候 就尽量大街锻炼身体 提高体质 所以要宅一而行 所以 一门体面 出门 群天舌 如果有这些病患者 有什么保健可以做一做 来防止这个梦霾对自己的损害 可以曼谨知气感染 和知气感染的病人 这些病人 专程说得除了 住阴养肺 保持纳系之外 你一定要 时不时吸吸氧 因为吸氧 对改善你的失业肺患 改善你的心肺功能 是有好处的 所以每天不定期的 是吸吸氧 最好自己买一个吸氧机 简易吸氧机 吸吸氧 弥补灰迷天气对你的影响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老港人经常说 吃猪熊可以帮助吸尘 究竟吃猪熊对于预防灰迷天气 有没有作用 来健康达人看问题 看看今天第一条短片 近段时间 广州的灰迷非常严重 墨衣原本就有轻度的滋气管炎 行路的时候经常又不能呼气的感觉 他听说吃黑木耳和猪熊 防灰迷的效果很好 于是就在市场上买了一些 准备熬湯喝 你喝什么汤 猪熊和黑木耳汤 你怎能喝这些汤 你知道吗 你的身体是偏寒的 这种猪熊和木耳也是偏寒的 你如果喝下去就会雪上加霜 你懂吗 猪熊是吸氧的 黑木耳是防灰迷的 现在灰迷天气不重要 所以我就喝这些 你就不知道 这些黑木耳和猪熊 含铁量是很高的 如果你这样吃多 很容易会有铁中毒 人家懂得什么 这些是中医的食疗方 你一定要喝吧 是 算了, 信不信就有你了 不信 浪费 请问黑木耳猪熊汤 是否真的可以防灰迷呢 灰迷严重 一些防灰迷的民间偏方开始流行 例如说 猪熊木耳汤可以清肺去沉 用凍水洗鼻 可以减少灰迷对鼻炎患者的银害等 这些偏方究竟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对于一些体质偏寒的人群 防灰的食疗方有什么好选择呢 下一节回来,内容更加精彩 欢迎继续收看 作为营养师和妈妈 我总是知道比宝宝更好 我推荐着着超级能因衣 色度水解蛋白 降低牛奶蛋白自民性 比宝宝更多一层保护 着着超级能因衣 凤十骨病 筋骨疼痛 神虚雍酸 脾胃虚寒 红茅药酒,每天两口 药酒治病,选红茅 红茅药酒 百年红茅,中华老字号 真正的年轻,可见,可足 难扣小黑瓶精华肌底液 滴滴修护,深入肌底 任怨细腻,坦勇透亮 难扣小黑瓶精华肌底液 亲临尊贵,专享精华导入老公 美来大五创 美丽遇见未来 美来阴雪美容 我美,我妹,九朵玫瑰 我有最好的团队把关细节 有它,一点投射都看不到 全身海飞丝,伸入去线 小小投射都走不掉 去事实力派,当然海飞丝 美来大五创,美丽遇见未来 美来阴雪美容 全身高露热光感白牙膏 含S微米活珠美白科技 能温和有效去除牙积 令你的牙齿一周提升一个美白等级 新高露热光感白牙膏 中华糖尿病协会大型公益援助活动 为指引糖尿病有健康饮食 平稳血糖及综合防治 由中华糖尿病学会主办的 糖有梦健康梦爱心互助行动 全国大型援助公益活动 5月16日走近广州 我国著名营养专家 中国人民解放军309医院营养科主任 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 北京电视台养生糖等栏目 特邀专家张叶教授力临广州 开展糖尿病饮食疗法大型寻讲 为阳城糖尿病友开出营养处方 拨打电话成功报名 可获得以下免费援助 一 价值498元 张叶教授寻讲门票一张 二 糖尿病防治书籍 中华糖友一本 三 价值358元 安准血糖仪一台 试纸一桶 报名截止时间 5月14日仅限500人 报名电话400-0824-000 广州广州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 2014日广州综合频道 战略同盟 梁茶领导社,加多宝 黑木耳朱红汤 你们觉得有效吗 我听过 刚才我们觉得很古怪 我从小到大 都是珠红 要不就剩珠红 再加一些… 韭菜、芽菜 韭菜、芽菜 少少胡椒粉 对 好,请教一下刘教授 究竟这个方法有效吗 珠红、厨塵 很多老人家都会听 都会传这些问题 我觉得我们要科学和对待 因为目前来说 是不能处尘 因为你食落的珠红 是从消化度吸收的 吸消化度吸收 当然正义是顺滑 可以到废 有没有处尘作用 我觉得我就这样 你相信的 你要多吃多少 但不要天天吃 是吧 第一个星期 吃一次就没问题 是吧 但天天都猪蜂、木耳 那么吃下去就不行 那么相脾胃 是吧 第二个 营养结构就发生训练了 其实想问他教授 中医所说的清肺 清肝、润肺、清肺 跟老百姓说的这个随臣 是否同一个概念呢 清肺 我们中医的清肺 和中西 和你们说的 实质的清肺是不同的 我们中医的清肺 是酸通肺气 清除肺里面的那些 污足的脏气 酸降肺气 达到清肺的目的 就是使肺的呼吸 升降有罪 这样叫做酸肺 这样就清肺了 酸臣的问题呢 其实酸臣的方法最好是什么呢 中医就是 酸痰 酸通肺气 酸通肺气呢 肺气酸通 将那些尘灰 就敷出来嘛 第二呢 去痰 因为痰呢 就可以将很多那些尘灰 黏在痰里面 从痰里面把那些有害物質尘灰 带出来 所以人啊 咳嗽 干咳是最辛苦的 咳嗽到人就面红以差 但是有痰的时候 一旦咳嗽出来有痰 咳嗽到很爽的时候呢 表现这些咳嗽差不多就会好 所以大家不相信 可以体会一下 其实我们经常都说 最关键是自己也要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其实食疗方法是怎样去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呢 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呢 特别是对肺 这个问题呢 就说的是和中医的气很大 肺煮气嘛 所以呢 补气 是重要的 好 比如北齐 董心 四君煮汤 这些都是补气卷脾的 因为肺做熟金 肺熟土 肺肚可以生金 可以提高肺的功能 在一个方面 第二个呢 适当断炎 对面我们的肺活量 增加肺活量呢 就增加我们的 循环 增加我们肺密的排出 这两点都很重要的 所以 补气 卷脾 养肺 通过肺肚 生金的方法来 补肺 是更加科学的 自运肺 养肺 肺肺是直接的 但是对体质的条理 是帮助不大 所以我终于来说 脾胃为后天之本 可以朱殃五臟六腑 可以培肚生金 又是治疗肺的疾病 和治疗血管人 后症是一个好的方法 那如果脾胃不好 那些人就很惨了 是啊 脾胃不好 他们面术为王 神痴发力 口痰发味 什么都打不出精神 所谓气短 这些都是和脾胃有关系的 所以中医来的五臟相间 以脾胃中心 脾胃气出充足 灌溃 其他四臟 其他四臟的臟气 精气充足的话 这些肺炎的肺炎 肺炎会更多 除了朱虹这个传统的认识之外 其实现在还很惨喜的方法 就是洗鼻 我以前小时候真的洗过鼻 因为有鼻炎 所以就要躺在这里 然后再洗鼻 但现在不是鼻炎才洗鼻 很流行用凍水洗鼻 这样也可以把塵 洗出来 预防没埋 理解上是好像洗到的 这种方法是否走得通 你看看第二条影片 可白患有过敏性鼻炎多年 最近广州的灰埋天气比较严重 可白经常避塞 老婆墨姨在养生书中看到 经常用凍水来洗鼻 不单可以缓解鼻炎 还可以减少灰埋天气的毒害 就劝可白试一下 我刚刚看到书 她说避炎避塞 用冷水来洗鼻 我当然是过敏性鼻炎 用冷水洗 可以吗 这道书说得很好 快去试一下 这样 是的 好…那我去试一下 请问用凍水洗鼻 究竟能否防灰 洗鼻,有洗过吗 没有,我没有鼻炎 但我身边有朋友有鼻炎 他说冬天用凍水 一定要冬天的时间用凍水洗 可以断尾 我身边有两、三个朋友 是可以的 我想那些是其中一种 鼻炎有很多种 有些过敏可能有些是对那个冷热 花粉症那些 冷热变化 过敏的鼻炎 应该这样锻炼它 鼻炎就要看体质 如果你是对冷过敏的人 你就最好用温水洗 如果你对热过敏可以焗的 这个很侷促的人 很固敏的人 你就要用冷水洗 同时最好用生理盐水洗 因为生理盐水 一个可以杀菌 第二可以增加千余的鼻斗作用 所以用生理盐水洗是最好的 这些水鼻可否可以防护迷呢 你说没有作用是有的 但是桌子有多大 是否天天在那里洗 是否时时在那里洗 是不可能的 但是有点 洗鼻有一定帮助 一天最好就是洗三次左右 有时间洗洗 天天洗每天三次 早五晚 没所谓 出七门口就回来洗 就是用水 我们三个天天洗 洗鼻很淋水 我心理盐水泡在手上 水泡水 再泡出来 这个手辣不辣坦 那怎样水泡 用杯 用碗 加点盐水 用碗就这样煮 你洗到那层杯是有点帮助 问题是这样 你洗干净又吸 洗干净又吸 怎样弄得很碰 所以空气 太空里的空气清新了 地上小排放都是根本的 这些都叫做勤励之介 好了 终于今天节目的健康时间 对抗帮人 可以说我们应该是传民总动员 究竟现场的观众有什么 请教刘教授 可以听听观众的法文 想問,現在灰迷這麼厲害 我們早上運動好還是晚上運動好呢? 早上運動好還是晚上運動好呢? 早上運動好還是晚上運動好 我看就要看那棵樹 那棵樹,如果樹尖要動的 你快得動 如果樹尖不動 你背著屋茄就沒有錯了 所以樹是一個信號來的 因為樹是有種生質物 它對空氣的感受性是很強的 特別是對風 如果沒有風,灰迷就很重 第一,第二 灰迷天氣,儘量不要爬高山 要在山底下走 特別是有流水小溪的地方 就最好 如果你走山頂 那些灰迷、煙迷、護迷照頂 你吸的都是煙迷、護迷 因為你身體會好嗎? 劉教授,你好 我請問自己的體質比較寒 那吃甚麼可以調理一下呢? 還有怎樣可以防霧迷天氣 廣東人喜歡煲湯 一會有冬瓜湯 一會有鐵瓜湯 一會有紅蘿蔔湯 甚至煲汽濕茶 但其實很多東西是偏涼的 所以老人家就不要煲這麼多湯 因為湯不是忠於湯水 還要野濕 濕氣就可以損傷陽氣 所以老人家就不適宜吃過的湯 烏迷天氣損傷終於脾胃 皮护濕,濕傷皮 傷傷皮會引起你混化不好 消化不良 容易伏脹,立胎,口痰 這些食物是甚麼呢? 都是我的老推介 生薑煮 雞蛋 就是生薑紅糖水 沒有其他病人的病人 也不錯 因為煮甚麼菜都加薑 但薑不能煮太長時間 剛剛煮三分鐘就好了 謝謝劉教授 也謝謝三位嘉賓 今天劉教授除了帶我們 認識了灰賣 教我們怎樣防賣之外 更重要的是帶出環保的理念 沒錯 現在的確可以用環境來換錢 增加我們經濟,增加GDP 但是反過來 可能用錢再也換不回 我們暫藍的天空和清新的空氣 對,所以不僅靠政府 我們每個人都要盡一分力 一起為我們的藍天白雲 做一分貢獻 好,今天的節目時間就到這裡 很感謝你關注 健康百分,健康生活更繽紛 我們下期同一集